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先回忆一下 上一周 今天介绍一个浪漫主义思想家 叫Rousseau Jean Jacques Rousseau JJ 因为Jean跟Jacques 他是父母 Jean Jacques Rousseau Rousseau是他的姓 他是法国人 上次我们是不是稍微 说明了法国 德国 英国 对于 在所谓浪漫主义时期 他们的思想背景不太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比较专注讲法国 上周我们提到法国在大革命之前 社会有分三个阶层 财富分配也是严重不均 大家还记得有哪三个阶层吗 有分first estate second estate 跟third estate 对不对 反正这三个阶层呢 就是当然有国王率领他的贵族 这是一个阶层 还有呢 教会或者说教室 这是另外一个阶层 那凡是不属于这两个阶层的 旧教第三阶层 ok 那请问贵族 国王率领的贵族团体 属于第几个阶层 第一还是第二呢 第二 第一是教会 他们的人口比例大概是怎么样 还记得吗 人口比例很重要 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他财富分配不均 请 第一阶层是5.5 第二阶层是1.5 剩下第三阶层是98 这你记忆力还不错 你是回去有再复习是吗 没有看那个复习 厉害 厉害 ok 所以第三个阶层98%的人口 那各个阶层拥有的土地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呢 我们说前两个阶层就是2%的人口 他拥有多少 大家猜猜看 25 35 ok 我们看看答案 第一阶层是 罗马天主教 教会 就是能够进入教会体系的人 那么第二阶层呢 这边写的是大概2%的人口 可事实上是要跟上面的加起来是2% 然后拥有20%的土地 第三阶层 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 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 可是呢 收入有一半都要缴 都要当税 所以税收是50% 这个法国的第三阶层 是交到收入一半都要缴税 他们是哪些人呢 一种叫Bourgeoisie 是有钱的商人 还有呢 有技术的工人 他们通常收入比较高 请问他们的收入有没有靠土地 刚才讲了 这一群可能只有 可能只占了65%的土地了 所以还是有土地的 只是 当然 这些土地就分给这些人 但是他们的税收太重 City Workers 这个通常叫服侍贵族的这一群人 以及Peasants 农夫 注意这个字是特别用来指 这种社会结构里面的最穷的人 如果你用的字叫Farmer 那个已经是现代的观念 不是 不是 换句话说有民主制度之后 那个Farmer那种字 才比较常用 但一旦你看到这个字Peasant 英文Peasant 这个通常是很可怜的 受剥削的阶级 那 这个是我们看上个礼拜看到的 在以人口结构来讲 98%是第三阶层 0.5%是第一阶层 1.5%是第二阶层 土地的话65%是第三阶层 教会只有0.5%的人口却占了10% 所以教会非常非常有钱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所谓 人类文明的遗产 或者文化遗产 通常都是很多都是这个时候盖出来 因为太有钱 你钱要怎么花 但是税收却百分之百来自第三阶层 这时候 Bourgeoisie那个阶层 我们翻译成资产阶级 他们是属于平民的其中一部分的人 就很想翻身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钱了 这个字在中文里面也翻成中产阶级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是左派的人 左派的就马克思主义 他们喜欢翻译成资产阶级 这所谓的资产是强调私人财产 在英国喜欢用 middle class 来代表这个阶层 不过英国我们今天先不谈 今天主要谈法国 这个字 bourgeoisie 字圆 它在旧法语呢 它意思就是住在城里的人 那burg这个字就是town 城里人 1565年就开始用了 可是一直要到17世纪18世纪 才变得比较普通 所以我们世上可以直接用中文的想法 就是住在城里的那群人 他们通常比较有钱 因为做生意 形容词 bourgeois s不要发音 名词也念 bourgeois he is a bourgeois 或者 he has a bourgeois taste 这群人的特质 那么 bourgeoisie加个 ie 就代表中产阶级 这个阶层的人 这是一个集合名词 他的特质是重视财富 满口都是钱 主张财产一定要私有 所以税收不可以抽那么重 对工商业特别有兴趣 那当然18世纪 还没有真正有那个大型的工业 但是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 还有他们非常在意 就是要人家尊敬他们 他们不希望被看成只是commoner 或者说是跟农民啊 或city workers 那些比较没有钱的人混在一起谈 他们觉得自己是值得尊敬的 因为他知道如何在短时间之内改善 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么我们一谈到资产阶级人的品位 通常会怎么说呢 他们品位高尚吗 如果大家记得上个学期 我们看过巴尔扎克的电影 巴尔扎克是不是很怕人家瞧不起他 所以他一旦稍微有名了 他怎么打扮自己 手上拿个权杖 拿一个对对 几乎类似权杖的东西 那你可以说 那个是模仿贵族 不过总而言之 一般我们提到资产阶级 就会想到 除了一些这些特质之外 会想到他们的品位 用一个字来代表 Mediarch 什么叫mediarch 中庸 很好 平庸 中庸还没有那种负面的意思 甚至在我们的道家思想里面 中庸是 或者儒家思想 中庸之道是很正面的意涵 但是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平庸 或者庸俗 可是这一群人最喜欢讲进步 Progress 他们说 从上个世纪开始的启蒙时代 就是17世纪开始的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最重要的就是科学 对不对 社会在进步 旧的权力结构应该要改变呢 那么 把我们说成是平民 可是我们有一部分人品位已经提高了 为什么 因为受过科学跟艺术的教育 Science 跟Arts 教育提高了品位 就会成为好公民 你应分享权力 请问他们这样的诉求你同意吗 好像很合理 对不对 在台湾二十几年前曾经做过一次 那个民意调查 就是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 占台湾人口最多数 最多数 因为他们觉得我有一些私有财产 对不对 也可以分享一些政治权利 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在台湾认为这样就是中产阶级 但是在西方的中产阶级 通常给人家 一想第一一定是有钱 但是他不是贵族出身 换句话他的有钱不是因为世息 再来 这个中产阶级是一个所谓 所以社会进入民主阶段的时候 是中坚分子 因为他们很自律 你要懂得怎么赚钱 你时间要分配得得当 你随时要 就是资讯要掌握得好 那么 甚至要让人家看得起 他们的信仰也非常虔诚 认为他的财富累积都是上帝 眷顾他给的 所以这种人 在民主时代就成为好公民 那果然 他们后来也分享了许多权力 比如说也可以竞选立法委员等等 但是我们的卢说 1712年1778年 那个是他活着的年代 他却怎么看这批人 他说这批人说我们现在进入现代社会 代表是进步 就远离蒙昧时期 因为启蒙嘛 就是表示以前是蒙昧阶段 他发表相反的看法 他说启蒙教育所致力的艺术跟科学 带来的其实是堕落 因为社会贫富日益悬殊 你看这个是在18世纪的人提出来的 而艺术跟科学粉饰太平 掩饰社会真相 他批评启蒙运动 可是他不是保守派 换句话说他不是站在贵族教室 或资产阶级那些社会既得利益者 因为那些社会既得利益者 他们才不要庶民受教育 可是卢梭写了一本什么 有关教育的书 艾米尔 对不对 那么所以他很重视一般的平民 不是这些既得利益者 他们的教育问题 启蒙运动强调的教育 是要在艺术跟科学方面着手 可是却呢 在卢梭看起来 却令人仰慕能力强的人 比如说强调体育 我这个放眼看去全班人 我不管什么体育项目 我好像就是不如人家 每一项目人家都有那个做的特别好的 或者功课 那当然那个理 数理方面越强的人 就被认为功课更比较好的人 所以这些教育所强调的项目 只有让我感觉 我必须羡慕或者佩服或者臣服于能力强的人 那么这种佩服就失去了自己的真 Authenticity 是我生下来有我自己的本性 那叫Authenticity 可是我为了佩服那些比我能力强的人 所以我的标准 我看事情的标准就变成他们的标准 我们看看卢梭怎么说的 他有一本书叫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Arts 当时的科学跟艺术都是加S的 因为有很多项目 他说 What gives rise to all of these abuses if not the fatal equality introduced among men but the distinction of talents and the disparagement of the virtues 这些abuse本来是虐待或者滥用 意思就是让虐待这些丧失自己本贞的人 这种虐待如果不说是一种致命的不平等 但是至少是虐待 这种致命的不平等指的刚来就是财富分配不均 是有所谓talent 就是能力强的人 以及所谓对于这个virtual 对于我们过去传统所赞美的那种美德 却鄙视却放弃了那些换句话说放弃过去的道德 现在一切都是以能力强或者财富多作为判准的话 他觉得这个是虐待abuse this i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 of all our studies 这是我们所有教育里面最明显的效果 就是让人家去仰慕能力强的人 and the most dangerous in its consequences 在结果也是最危险 卢梭还说 the enlightenment is not enough 启蒙还不够 I only see the promotion of inequality 因为启蒙带来的让我只看到 就是大家去颂养不平等 这个不平等是基于talent的不平等 那么能力强的人 他们所做出来的不管是商品 或者是营造出来的这个社会秩序 尤其是商品 they create needs 他们会让人家觉得我需求还不够 还怎么那些人 跟我是小学同学 可是他呢念管理学院啊什么 或者念理工 怎么将来赚的钱 让他可以在40岁就可以退休了 而我要做到六七十岁 所以他们过的生活 是让我感觉我的需求 我有我需求不够 对不起 我的需求太多 因为这种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而产生的 还有这群人呢 they lead to dependence 可是人类社会 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卢梭也知道 换句话说 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古代 凡是以美德 来衡量一个人的时代 只好寄忘什么 也就那些talents 那些talents 其中有专门从事知识的 就是像我这种人啊 在体制内可以从事政治改革 意思就是 比如说让税制尽量公平 让赚多钱的人 要缴多一点的税 然后限制贵族的特权 他们其中一个特权就是不要缴税 所以呢 卢梭希望 所谓这些博学者 不要在权力外面做嘲讽 意思就是做那种 只会批评 可是不想进入体制内来改革 所以他建议要结合权力跟教育 就是我们中文里面习惯说的人质 就有权的人 当你有权力治理人家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 那个talents 没有talents的人 因为他们爬不到社会的高阶 或者是他们的talents 不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里面所接受的 他怎么说呢 Let learned men 就是那些博学者 有学问的人 of the first rank 也就是人中之龙啊 那些表现得好的人 Find honorable asylum in their courts 在他们的宫廷之中 要寻找一个值得尊敬的避风港 Let them there receive the only reward worthy of them 他们在那个地方 只要只要拿值得 值得他们能力的那些钱就好 By the credit 他们既然能力强 收入高 那么 by the credit 他们有这样的 享受这样的尊容 They enjoy to contribute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他们应该要贡献于这群人 我们the people这个词 批大写 就表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三阶层 除去有 bourgeoisie的那些人 要贡献于他们的幸福 为他们着想 to whom they have taught wisdom 对这些人来讲 对这些人来讲 那个 这个上位者 就是人质的人 这些人中之龙 应该要交给智慧 换句话说 价值观 不要去迎合资产阶级的 那种以财富为主的价值观 这个是卢梭讲的 可是呢 卢梭的贡献是在于 整段时代必定 他看出了 原来所谓的启蒙 或所谓社会进步 是有问题的 他看出这个问题 也就是大家越来越 去仰慕会赚钱的人 有本事的人 talent就是有能力 有本事的人 而不是 但是他所主张的那种仁质 在西方观点来看 事实上不是好的药方 仁质从来不是解决体制问题的最好方法 因为你要仰赖这个人 在位者的一个良心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可是东方思想不一样 我们东方思想 赋予这个统治者高位 赋予高薪 而且好的名誉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当父母观 为什么我们把做观的人 讲成父母观 要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 所以东方思想 对于人质很容易接受 西方没有办法 另外一本著作 卢梭又批评了 他说资产阶级的人 外表假装完美 行径却是生活不幸的来源 我们看看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先是寻找 最后找到 找到那种在远古时代的一种灵式 vision就是好像你看了一个天眼 你看到了在平常时候 比如忙着工作忙着吃饭 那种时刻看不到的事情 他看到什么 The history of which I proudly traced 我看到远古时期那时候的历史 我追索那段历史 I demolished the petty lives of mankind 我毁掉了 我毁掉了 或者是我 我不要去看 人类的那种 无聊的谎言 比如在商场上 常常耳鱼我诈 讲到表面上光面弹簧的话 他说我再也不去听那种东西 I dare strip man's nature naked I dare 这里应该有个to 我胆敢拨下人类本性 让他们呈现裸露的状态 to follow the progress of time 然后呢 我再看看到底什么叫做时代的进步 and trace the things which have distorted 然后找出追踪到 是有什么东西会扭曲人类的本性 and by comparing man as he has made himself with man as he is by nature 就是我比较人跟其他人 那个相处之后所塑造出来的自己 以及他的本性 我比较这两种 I showed him in his pretended perfection the true source of misery 我展示给人类看的 也就是在他假装的完美之下 我显示出他生活 事实上是不幸生活的真正来源在哪里 到底为什么他这么强调说 远古时代人类在 人性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之下 到底他的自然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要忘记Wordsworth 也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诗人 非常强调自然 卢梭的自然 他在忏悔录里面讲 exalted by this sublime meditation 他常常经由所谓的明思 这些明思是一种庄严的明思 意思就是他在明思当中可以有一个 有vision 可以看到这个平常时刻看不到的 或想不到的事情 My soul sword towards divinity 我的灵魂在这种明思的时刻 会不断地耀生 耀生到一种神性的状态 from whose height 从神的高度 I look down on my fellow men 我往下看我的同胞 pursuing the blind path of their prejudices 他们积极盈盈追求 在一个盲目的道路上 追求偏见 追求错误 追求不信 以及追求犯罪 then I cry to them 然后我对他们呼喊 in a voice which they could not hear 我叫什么大声他们却听不到 我叫什么呢 mad men who ceaselessly complain of nature 你们这些疯子 你们一直抱怨nature 这个nature可以指大自然 也可以指自己的本性 learn that all your misfortunes arise from yourselves 你们不要再抱怨自然 你们应该抱怨 就你们的不幸不是来自自然 而是来自你们自己 不要抱怨自己能力不强 不要抱怨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利用 或者说生活在一个贫瘠之地 或者是生活在资源很丰富 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利用 不要再抱怨了 所以他的自然观 他认为那些懂得怎么分析自然的人 其实是虚伪 自然其实是一种平衡作用 让我们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比如说在工商业社会 所以你觉得利用时间分分秒秒控制得很好 这个成就感就很高 可是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好像什么不对 堕落corrupt这个字 需要nature这个字 来做一个对照 你怎么知道你不对 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堕落 或者有的人赚钱赚到一定的地步 比如说他用毒淀粉 毒 现在不是黑心食品一大堆吗 很多食品应该用食品级的原料 比如说同样是 同样是油 有工业用的油 有食品级的油 食品级油当然是比较贵 但是黑心商人他说 我用工业级的原料赚的利润是十倍 甚至千百倍 我为什么不赚 可是赚到后来他 如果他觉得自己已经堕落 那是因为他还有自然这个观念 但是如果他觉得 没有问题 我师父就是这样教我的 就是把塑胶拖鞋烧一烧 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产生那个什么 这个社会事件很大 大家不知道吗 塑化剂 对不对 然后使得台湾的男人都快变女人 尤其是越小的男孩子喝了塑化剂 他是变女人的 不是变女人 就是他的 他的男性特征就越丧失 这对女人也很可怜 女人觉得我嫁的人怎么 怎么跟我差不多 所以如果知道这个有问题 这叫corrupt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专门提供塑化剂的那个 他说我师父就是这样教我 这没有什么不对 他换句话说他没有这个nature的观念 这个nature事实上是指一个 不管是在道德标准 因为所谓道德其实也是一个 隐隐之中你知道什么是对 卢梭认为人类还没有堕落的时候 有机会很停的 There is a sense an age at which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 would want to stop You will seek the age at which you will wish your species had stopped 你会希望你所属的那个 species 就是种类也就是人类 会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的理性要发挥 发挥本能 我们的理性之前 对不起 就是还没有理性之前 还不要用理性判断之前 你有两个本能 本能就是不需要靠思考 你直接就可以反应 这种一个本能就是自我保存 对不对 比如说吸烟会导致肺炎 就你吸到一定地步 你知道好像不行 我如果要活命的话我就要戒烟 喝酒也是 这是本能 再来另外一个本能是厌恶 看到同类受苦 其实就是所谓的测饮之心 那 这个即使是动物也有这个本能 人类早期跟动物比较亲近 这是人 这是狼 这是人类小孩子的时候 OK 在那个时候呢 就跟动物一样 我们的性观念也是比较开放 但是一直到了 所谓的这个 失去自然 就离自然越来越远的时候 那时候对性 就有一种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把人当资产 当财产 那么太太是属于自己的 这个时候的性开放就 就不见了 甚至有随性偶合的状态 这个也是 那个卢梭在 Discourse of Inequality里面讲 他说 Whereas in this primitive state Everyone bedded down at random 他说随便就可以上床 And often for only a single night 而且常是夜期 Males and females united fortuitously According to chance encounters 随机遇到 opportunity and desire 如果那时候刚好有幸遇 就偶合 Without speech being an especially necessary interpreter of what they had to tell one another 不需要讲很多话 They parted just as readily 两个人觉得 这个一夜情之后 可以各自走自己的路了 就是拜拜就走了 这个是卢梭认为自然状态的人类是这样 可是在社会出现不平等之后 人类原来的侧隐之心不见 彼此距离拉大隔阂感增生 没有办法感受别人的受苦 比如说你如果是属于资产阶级 家里用了很多用人 那些用人跟你说 我小孩生病了 我可不可以回乡下看一趟 然后你就再计算 这个用人走了之后 我是不是什么 就是家是立刻就 就他该做的事情 如果要分摊给别人 那个可能人手不够 所以在这种计算之下 你不会去体会他的痛苦 更糟的是 从别人的受苦中 还可以得到快乐 那么这一切都是起源于 就是比较高下 这个是卢说生物痛绝的 他说在大自然当中 物种人种虽然不同 可是不会比较 人跟动物不会觉得我比狼 刚才不是有一幅图吗 人跟狼可以相处 那么在社会当中 在所谓society当中 建立各种比较的标准 以便认识自己 我们认识自己的方法 不再是原始时候 跟动物在一起的感觉 来认识自己 甚至也不再是像 原始社会看到别人受苦 同类 同种类的人 同一个物种 你看到他受苦 你会难受 你说像马 有时候马在战场上 在奔驰 那前面的马被 比如说 倒下去了 后面的马 不会去踩他 后面马 一定会想办法 绕过 可是如果是人的话 马可能就踩过人 对同类有一种 对同类有一种 这是天生的本能 有一种同情心 那么这幅画也是一样 就是进入社会之后 每一个人 不管是座位 还有眼神的交汇 你要很快地看出 在这群人之中 谁最有权力 这些都是所谓 进入社会 我们常常讲 你们学校毕业 就可以入社会 入社会 你要有这个本事 要立刻在一个团体中 看出权力位阶 那么要注意这个字 这个字 中文翻译成 建制化 制度的字 就是如何你被 这个制度所吸进去 被建制化 It will be evident how much small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men must b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就人跟人之间的区别 在自然状态是多么少 区别其实很少 比起呢 in the state of society 比起在社会的 有个社会状态之下 and how much natural inequality in the human species must increase as a result of instituted inequality 人类之间的不平等 是因为制度造成 什么样制度 教育制度是一个 比如说你们 高中受荼毒 好不容易为的是进交大 是不是 交大是一个体制内 属于比较 排名比较前面的学校 所以 所以在教育体制 就有所谓的不平等 不平等的起源 是财产权 就是从刚才那个画质中 看跟被看 它会有一个发酵作用 意思就是 就好像很多人希望能够竞选 有一个头衔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个人一定都失去存真 因为每个人都看来看去 看你的穿着 看你的神情 来感受你的社会地位 所以失去存真之后呢 你就必须假装 你怕被人家看清 你要假装自己很厉害 甚至要模仿厉害的人 甚至还要表演出厉害的样子 这时候就有虚荣感 这个在卢梭来讲 觉得这都是痛苦的根源 奢侈品本来是提供快乐的 现在却变成必须品 在原始跟虚荣之间的那一段时间 是真正的年轻岁月 这就是你们这个状态 你们是在原始跟虚荣之间 可是有的同学会说 哎呦我在高中时候 已经看到很多同学很虚荣了 那是他提早成熟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 会特别受到欣赏 因为你们的脸部表情 常常还有这个原始的 纯真状态 致使我们堕入深渊的是什么 国家主义 the state 我们通常在社会学讲的 nation state the state 这个the state 是富人设计出来的 不管是以前的贵族 或者后来法国大革命之后 容许资产阶级进入全力体制 他们设计出来the state的管理方式 穷人以为受苦之源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他奋斗一生以求致富 我去澳门访问那个客家人 那些或者说广泛的讲 华人在东南亚都是想办法赚钱致富 因为他们说以前我们在老家 也就在中国受苦是因为没钱 可是他不知道那是因为西方国家侵略 造成整个国家一直赔款 割地赔款 所以普遍人都会变穷人 但是我遇到的华人 他们都不会去想那么远 殊不知这些穷人学习富人 学的是一种优越感 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 所以他怎么学有钱人呢 有钱人懂艺术我就买画拼命买 所以造就了一个艺术市场 有一个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有一个领袖型人物叫Hobespierre 他就实践了卢梭的理念 讲不要只争自由 一定要平等 可是却形成恐怖政治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得到平等 你可以透过暴力 来追求绝对的自由 这个绝对自由目的是要达到 大家都一样 可是英国的浪漫派诗人Wordsworth 他也采取卢梭的自然观 可是他会主张政治 政治上也跟法国一样吗 就是在他的诗里面 坎伯兰老乞丐里面 他那个乞丐所遇到的人 代表的是社会上哪些阶层 他们对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另外一个诗人 古水手之歌的诗人Cowleridge 他的自然理念是不是也是卢梭 也是采取卢梭的自然观 黄色彩 我可以的时候 这个才是有 eru充足的